Lane Rover 你们猜猜看我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你会觉得是 Vela、Evoque 还是 Sport 或者是其他 Range Rover 车款 No, 都不是它是全新 Range Rover Defender 它再也不是那个以前拿来纯粹越野车款的 它现在能够兼顾豪华和科技元素 同级别车款绝无仅有 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个内饰 这个内饰融合了科技和豪华元素 中控台采用大量的整皮包袱 而且采用这种装饰的设计 细节和用料方面都很到位 只敢傲视同级别车款 这个整皮的方向盘手感非常的好 还有这边还有两个快捷键的按键 可以让你进行车辆非常多的调节 还有看到车辆非常多的信息 然后看一看这个高清触屏主机 它的流畅度和分辨率都非常的高 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它也不会反射到太过强烈 所以Line Rover已经把所有的细节 把控到非常的好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主机 支持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除此之外 这个主机可以进行非常多的车辆设定 包括这样的车的主要卖点 Terrain Respond越野模式 可以在这个主机进行 非常多的行驶模式切换 最后一点就是 这辆车配备Clear Side Ground View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无视角看到 这样的车的底部 这是其他的360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车身那么庞大的它来讲 是非常好用的 前面的这两张全真皮搭孔式座椅 做起来非常的高贵 如果不告诉你的话 你完全两小步道 这个是Defender的座椅 而且这辆车它是标配 这个14项的电动调节 包括椅背和椅垫的 做起来像是高档Sofa一样舒服 现在Defender还标配 这个Ventilation Seat和Heated Seat 非常符合马来西亚的天气 这辆车还配备了很多高科技配备 包括这个电子排挡杆 Head Up Display 还可以显示导航资讯的 这边还有一个流媒体后视镜 因为这辆车后面还有一个后背台 会顶到一些视线 所以用上这种流媒体后视镜 是非常好用的 这么多高科技包围着你 你还觉得这辆Defender不高级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后座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Defender 是豪华的VS SUV 这是因为相比起前座 它的后座乘坐表现更出色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cm左右 你可以看到这个椅背可以完全支撑我的背部 然后它的椅背还可以进行角度的调整 坐得很舒适 而这个椅垫 是我坐过那么多款车以来 唯一一款可以让我的大腿拥有完整支撑的车型 所以坐起来长途驾驶的话 会有非常非常出色的乘坐感受 另外一点就是 这边还有这个中央扶手 加上它上方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全景天窗 所以坐在后座看着这个全景天窗 你会有非常非常独特的视野感受 另外呢 它这边前面还有个小餐桌 可以在你需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的时候 也与你便利 加上这辆车还有10个 这个Meridian的扬声器 而且还有一个Supfer 功率达到了400W 音响效果非常的震撼 话不多说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响效果 Defender 作为世界知名的三大硬派越野SUV之一呢 它没有忘记它的本命就是越野 你可以看到我的身高是180 然后它的身高是176 我们两个站在这个Defender 的旁边 Defender 还是非常的魁梧 因为它就是要有比较高的车身 然后才有比较好的通过性 另外Defender 也没有忘记在外观上面 营造一些高科技的氛围 就好像它这个Matrix 的头灯组 绝对没有错 这辆车最亮眼就是这个Matrix LED 头灯组 这个凶猛的眼神告诉你它绝对不好的 它这个头灯组还配备了这个 Auto High Beam 和Adaptive High Beam 功能 不仅仅你在Off-road 的时候可以用 你在一般的道路行驶 它都可以很好的帮助你 没有错 尤其是你在交区行驶的时候呢 这个Auto High Beam 一打开的话 你前方的道路就会照得非常的亮 而且当它侦测到对面有车子来的时候 它也会关掉 避免造成人家困扰 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安全 既然原厂把这个新一代的Defender 定位成豪华SUV呢 那么它的安全配备 除了小杰刚才讲到的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之外呢 其他的都是非常的丰富 例如说它有这个自动的紧急刹车 然后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等等 我觉得如果它作为一台这个商务的SUV的话 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其实是非常的实用的 因为大家使用过的都知道 它可以跟前方的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帮你维持一个安全的标准在那边 可以减少你开车的压力 所以Defender做到的这一点 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一般的驾驶需求的 另外大家对Defender的印象就是一台硬派的越野SUV嘛 所以它其实在这个平台上面 它做了非常多的创新 首先它是全世界第一款采用全铝车龙的SUV 所以它的车身刚性跟安全性都变得非常的高 尤其是它的车底刚性 对比上一代Defender提高了10倍 不是10%是10倍 所以就算你真的开它去Offer的话 你也不需要担心它的车体会变形 而且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 它的全铝合金高刚性车龙 还可以给你更好的安全性 重点是采用铝合金 车身会轻量化 而且如果当你有需要的话 这个经过特别优化的四轮驱动系统呢 它的最大拖重能力提升到了3500公斤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Defender 然后你家里有别的车坏掉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Defender去拖一下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Defender的用家的话 你有可能会去越野或者是露营 我们带大家体验一下这辆Defender的实用性 这个车还有一个行李架可以载重300公斤 而且还有一个小巧可爱的一个小楼梯 可以让你轻松的爬上车顶装一些东西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楼梯小小啊 它可以承载150公斤 我爬上去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两样东西是Optional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必须选配这两样东西 这个是Defender的经典设计 它不仅仅是经典啊 它实用性上也非常的好 如果你的车爆胎过后 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把它拆下来 换掉你爆胎的轮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它的车尾门的开启角度非常的广 当你要帮一些大样式物上车的时候 非常的轻松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这边 它的空间感是非常的好的 当你把这个门稍微关紧的时候啊 它就会自动帮你吸进去 它是带有这个自动电吸门的 这个功能是非常贴心的功能 刚才小杰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 这款车上面的一些使用感受 我再帮它补充多一点点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个疑虑 第一就是Defender那么高 那么老人家或者小孩子上车会不会很麻烦呢 其实不会因为只要你一打开门 它就会有这个电动踏板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上车 因为这辆车有Air Suspension 空气悬吊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拉高或者是降低车身 如果说你在市区行驶的时候 它会降低40mm 让你有着比较低的重心 如果你真的需要更高的通过性的时候 它可以升高145mm 让你真的去OFF路 还有呢它在这个车后箱还有一个button 可以让你调整这个车身的高度 让你更轻松的把东西搬到车后箱去 头头告诉你一个冷知识 其实大马皇家路均里面也是有使用Defender 带大家看完了这款车 体验了这款车之后 我来讲一下我的心得啦 因为在这辆车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这款车接近100万令吉 买不买得过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均衡的车子 我这辆车我开了之后 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硬派 其实它还蛮均衡的 而且它开起来的感觉还真的是不错 所以100万令吉 你可以买到真正的这个铝合金的车体 然后不错的越野能力 很高科技的内装 还有丰富的安全配备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的豪华车款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这个Defender真的是精致招牌 它是一个情怀也是一个创新 讲真的目前市场上 还有谁可以像它做这样的变革 它一个硬派的越野SUV 然后给你全铝合金的车身车龙 所以它不只是把科技带到了这款车里面 而且它还给你很实用的东西 这一点我觉得目前市面上这样价位的SUV 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跟它相比 小剑你有什么看法 虽然我本身很喜欢Defender情怀 但是更加impress到我的就是它的科技 还有豪华元素 最让我深刻的就是这台车的座位非常舒服啊 你完全不会觉得是在开一个硬派SUV的车款 这款融合了时尚 科技还有豪华配备的硬派SUV 100万的价格你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肯定值得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哦 真的是一个艺术品真的超好看 你们怎样觉得 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车驾回来的这个展示厅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间展示厅很漂亮呢 没有错它就是刚刚在这一个SANDAV的汽车城 开张的全新JAGUA LANDOVER展示厅 如果各位朋友对这个全新的Defender有兴趣 可以来这边看车来这边试驾 刚才我们在影片中也有讲到 这个JAGUA跟LANDOVER有非常多的选配套件 包括了轮圈啊 它的楼梯都是可以选配的东西 而且原厂表示呢为了这个Defender 准备了多达170种全配套件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完全客制化你要的Defender 你要怎样都行 目前JAGUA LANDOVER MALAYSIA 为旗下所有的LANDOVER车馆 都提供了5年的保固 5年的Free Service 还有3年的Rootside Access 加上这种优美的环境 你不心动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快快来这里看车 来这里试车 甚至以后你买了车之后 还可以送来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进行Service 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各位喜欢LANDOVER的朋友请举手 如果大家对这个晚上有兴趣 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多多留言 我们会跟你们交流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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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